时隔两年,老万再次采访明眼老总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 说明眼房车活不过两年 跟我上次来到这儿好像整好两年 老万你活得哪样现在 挺好 就是说网络 网络是一个说实话开放的一个平台 说什么的人都有 恰恰这些人就说 极力的明眼的成长 说你活不过两年,那你咋看呢 你恨不恨呢,你说实话 没有,真的没有 就是说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不同 就是他这个语言表达方式也不同 他就是对社会的认知啊看法都不同 所以说是没必要 那你这两年 我看到了一些变化 但我想听听你感觉两年 你也发生了啥变化 首先呢就是说 明眼一个公司的整体一个理念的变化 就是说理念呢就是过去呢 是以这个 就是说我们把蜜蜜要做好 卖的全中国排行多少 挣钱 对 这个理念发生了变化 就是说我们呢不光是要卖车 第二点要提升整体的一个房车的一个品质 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 对 中国方程目前这个阶段 还敢出来谈理念 对 你有没有觉得你不怕网友继续喷你吗 没事 就说 活下去都不容易怎么谈理念 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正常 就是说人的想法不同 看法不同 最后导致了语言表达的不同 就说 就说中国的房车呢 这个包括自行 包括拖挂 拖挂 肯定将来以后呢 是全世界保有量最多的国家 因为人口基础啊 社会发达程度啊 肯定是在这个 就说包括我们中国 中国将来以后呢 就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 就说全世界经济呢 最多的国家 当然你房车保有量也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不用质疑 这个 但是有的车手说 说你凡事你都照抄国外的 国内的环境和国外可不一样 国情也不一样 其实谈不上照抄 这所有的东西也是一个启发式的发明 当然你再到像手机来讲 第一代的手机呢 也有按钮 第二代手机没有 就是你的迭代 你不能说别人造什么样 你还造什么样 没有一点这个提升 我一模一样造个东西 那就要纯粹的模仿 那现在迷野房车的理念是什么 据说第一点适应中国的路况 第二点呢 适应中国人的使用习惯 还有适应中国的价格 对 你这个价格好像挺适应中国的 好像在拖挂里边你们的价格相对是比较低的 对 意味着什么 首先呢 就是说来源于你的对这个产品的定位 首先呢 我们也呢 做一个 这个 产业员 产业员的定位呢 就是让集中采购 就好几家嘛 集中采购 这样的话 就是说这个 价格呢 可以溢价 第二呢 大部分产品的自己开模 自己开模呢 就是说一些好多东西呢 你自己开完模以后呢 就相对成本较低 嗯 对 那你适应中国路况 你这个都做了 就是你们车做了什么改进 嗯 第一点 这个底盘的身高 就是说大量的加固 嗯 嗯 这是一方面 嗯 嗯 就你把底盘做好就行了 嗯 对 还有就是说 前段时间有的 就是说这个 把轴颠弯了 就是任何一个产品呢 嗯 都会有质量问题 嗯 取决于你怎么使用 假如说我买个新手机 嗯 如果手机挺好的 啪哒掉地上 手机平碎了 对 你就说人家厂家不好嘛 取决于你的使用习惯 你去说这个中国的房车 去不了西藏 所有的车都能去 取决于您的速度 对 假如说过一个大坑 你60迈过去 哗一颠 假如你装了个 半通中的东西 嗯 然后呢 你电话 你能赖厂家的 说不结实吗 说你把手机掉地了 或者这个手机不结实 再说一个 就说 轴也不是我们生产的 嗯 它是德国爱科生产的 但任何产品呢 假如说你把那个 箱体也好 你翻车了 说箱体坏了 就品质不好嘛 就说 这个东西 看你怎么评 评价 顾客呢 当然有顾客的 站到他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厂家呢 站到厂家的考虑 都 问题 所以说呢 就说 这个站的角度不同 思考问题的 这个 方式也不同 对 那你看在网上 咱实话是说 有一些 对迷野质疑的声音 对 那这些声音 两年前也有 现在也有 对 大部分是因为什么 听说 说别人说 我这个 迷野的房车不好 有几种声音 一种是道听途 说你没有使用过 就是你听别人说 听说 这东西很有意思 就匪文 就还有一些 离不开 就是 这个同行之间竞争 中国有个 就我们行业当中 任何行业有最大的 问题是什么 就是同行 老希望这个同行 听到 就是说 别的 别的这个 同行不好 这是一种 我认为不好的 习惯 就说 人也是这样 你老愿意看到 别人不好的一面 听到别人倒闭了 难受了 才不好 但自己开心了 是不是这是不对的 大部分都是 我不排除 就是说 刚开始迷野造车的时候 就是说 由于这个 经验 选择零配件 看我们出现过 很多的问题 包括这个 最早的车 发现了 就是说 箱体骨包 第二 就是说 这个 特氧能板不发电 还有就是 排风扇漏水 这些问题 都存在过 但是呢 这些呢 看似是这个 就是一个 经验的问题 世界长了以后 对的零配件的厂家 的要求 以及选择 其实这些零配件厂家 也在成长 对 都在成长 你不能说 一杆子打死说 就不能买国产车 有的人 网上有一大批人 就这么说 国产车就不好 国产东西就不好 我很反对这个 其实好不好 是个相对的概念 你得看用什么样的维度 去衡量它 对啊 我认为呢 就是 作为中国人来讲 我们也有很大的 就是说房车吧 有很大的 报复吧 就是让中国房车 跑遍全世界 这是我们公司 自上而下的一个使命 网上在 就是现在网上都在传 说这个偷挂房车 你们的销量还是第一的 你这个数据统计吗 当然了 就是说连续 不是说 因为什么 第一第二 咱们不说这个 那你看到这个马路上 跑的米野的房车的车友 你不论是节假日也好 什么时候也好 就是说 你能看到 米野的车友是最多的 第二呢 品质好不好呢 你可以问他嘛 确实我们存在一些 就是说 不是说米野的车 全中国 全世界 上千万的车 大大小小 都在使用过程当中 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是看着问题的大小 涉及到安全程度 都不一样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